好 梁惟學 我們去開房間 對 我們去一個廢棄的汽車旅館 但是這個汽車旅館很詭異喔 它是在一個荒郊野外當中 然後四周圍全部都沒有任何的建築物 那是偷情專用的嗎 對 以前應該是那種 就是專門就是讓大家就是秘密約會的 偷情 偷情 就曾經有人在浴缸裡面發生了大事情 然後呢 你剛一進去就看到一個人影在那裡 對 而且它是一般 一般我們看到假設 如果是自己嚇到或什麼的話 應該是一個黑影晃過去 可是我是跟它大概對抗了一秒鐘 它是停在那邊不動的這樣子 就是一個人形的黑影 你知道嗎 老師剛剛講的什麼嗎 說什麼 老師說你那邊靈動非常的激烈 因為它走進去 一走進去就已經直接跟對方對上了 對上了 對 就是那個黑影對不對 對… 所以你發現就是從它對上的那一刻以後 開始所有的聲音就開始變得很敏感 對 就幾乎都出來 所以說你那時候注意力 是特別注意它那邊 對 那你們那邊你還說 其實還好沒關係 對 因為它其實 雖然你聽它的聲音 一直這樣過來 可是基本上來說還算是 有點距離 有點距離 而且比較溫和一點點 但是在一神那邊的話 那就不一樣 你要看它的周邊 連那個整個風啊 整個那個在動 其實那個裡面是靈動是很強的 因為那個應該說 跟它對上第一眼的那個靈 怨念很強 怨念耶 但是它不是很多個靈嗎 還是好幾個靈 對 其實是好幾個靈 那因為它這個地方 剛好是真的有點前不早春 後不早點 然後你說這個周邊 大概一定的範圍以後 完全沒有人的這個地方 那你說這個地方真的發生命案 其實荒廢這段期間以後 我覺得那個地方很難 你經過其實一般經過 是不會去注意到 裡面有這樣一個範圍在裡頭 建築物 對 那如果是這樣的一個 這個情況來說的話 它發生命案 如果沒有經過招魂或超渡的話 有可能會引發周邊 可能有一些其他 一些裡沒有地方去的地方 因為我剛才提到 方圍非常大的範圍以後 應該是沒有任何建築物的 所以它是唯一 大家可以去躲藏 那種狙擊的地方 就是剛剛講起 老師已經說那個鈴弄很大 對不對 對 然後 你是先被摳耳朵 對 而且它是 它不是這種輕輕摳 它就是 直接就進入了 所以你就這樣進去 然後你就覺得 好不舒服 然後所以你會 就很突然的 對 而且是 你會覺得有點痛的那種感覺 那個不是用手摳的 蛤 蛤 蛇頭 蛤 蛇頭 好害羞 好可怕 等一下 我手快斷了 不是 這個外面我沒有辦法接受 我也沒有辦法接受 蛇頭 我跟你講 你要摳 他幾次都是跟他們非常接近 幾乎是快要臉貼臉 我的天啊 他是不是要先去看眼科 對 那他在那邊是說 頭髮飄到臉上 也是很近的對不對 對 也是非常近 因為他幾乎是跟他完全錯 所以剛剛他有兩個動作 這樣在動的時候 他的前面有一個 有點霧霧的影子出現 剛剛其實兩次都有出現 我的天啊 所以你那個時候 就好像我們人這樣 轉身的時候這樣錯開 所以你才會那個頭髮 有沒有直接摸那個 在臉上有那種頭髮碰到的那個感覺 各位觀眾 接下來就是 是 雖然說剛過完元宵 我們還是要給你看 這兩張照片 是真的蠻震撼的 首先第一張喔 我們已經倍感詭異 為什麼呢 完全 真正一點光都沒有 只拍到手 我們知道你今天穿的衣服 所以他有手電筒 我們知道這是他 對 我們才比較放心 可是 但是下一張你利害注意 有 真正旁邊那個臉 對啊 直接變一個哭蠻風味 這個臉 不是真正的臉吧 天啊 而且它是一個有一點點 白白灰灰的 灰白臉 有點空氣霧狀 對 我覺得有一點像動物 動物的 動物的臉 我怎麼看到這個起雞皮疙瘩 感覺好像耳朵很長的兔子 可是問題是你看他的手 因為那個距離其實 你要想人 基本上他是貼得很近的 對 你的手拍得這麼清楚 為什麼整個前面是擋起來 是霧狀的 很餓 他被籠罩了對不對 對 那你那天有什麼不舒服 有 他那天後來身體 還有其他地方有感覺 什麼感覺 其實好像是有人在碰我 有人在拍我 有人站在我的背後 的那種感覺 就是人會有這種滴溜感 你就覺得後面站了一個人 後面站了一個人 而且是 你會覺得很不舒服的那種感覺 是貼你很近的那種感覺 這個地方 我第一次看到這樣子 而且我好久沒有錄這個 錄到起雞皮疙瘩 對 而且最恐怖的是 你們要進去那個廁所的時候 傳出來嗚 對 一個女子在哭泣的聲音 你說你看到一個什麼東西 我在裡面看到一個 就是工作人員在吸雞氣的時候 他的包包在這邊 然後包包下面就捶了長髮 可是沒有臉 他就只有頭髮 就好像假髮連在下面的那種感覺 蝦老師就是他先看那個 對 然後他又進去 你又聽到有人唱歌 有 甚至你聽到說我要 是不是就選定他了 對 其實已經選定他了 所以他如果沒有讓你看到 你沒看到絕對不會擔心 可是當你看到裡面 看到那個靈魂出現的時候 你看到他的樣子 看到他頭髮 你要再進去直行 我覺得那個心理上 會有很大很大的壓力 然後第二個是 如果大家如果仔細看那個影片 甚至你再重複看的時候 他的身體形狀非常明顯 頭的這個形狀也非常明顯 他幾乎是跟他完全重疊的 所以其實從一開始 你有感覺到你看到他 包括剛才那個照片在內 其實都是同一個靈 同一個 所以一直選定了他 對 從頭到尾就是已經跟著他 恭喜 沒你的事 太好了 恭喜 你現在知道老實講說 你那個地方沒有亮的那個蠟燭 那邊就是有靈 你個人聽到這樣的一個詮釋之後 你的內心中什麼感覺 你會那種第六感 會覺得說就是有人 一下子在我背後 然後一下就會在那個周圍 他不是停在那邊 他就是一直在這樣 好像是打轉 或者是在各個角落這樣子走 所以第一個 他聲音會很多轉 我也很明顯感到 那一區 確實有那種很不舒服的感覺 老師 他是不是快要看到了 因為 你看我剛剛在做任務的時候 我都集中在這邊 你都不敢過去對不對 他那個空間是長的 可是我都不想走到這邊 我跟你講老師說過 這就是我們人的第六感 所以說你的第六感完全沒有錯 那麼一上來 我們剛剛那個鏡頭 就圈起來 就感覺那個地方特別怪 對 其實他就在那個地方 那老師剛剛講說 這個地方 是有一個人霸佔在那邊 對 我剛剛聽到 他原本那個角落裡頭 我說他可能有一個靈在 他有一個靈在那個地方 我沒有聽到 他剛剛有圈起來那個地方 後來你仔細看一下 他在他的左下角這個地方 你會仔細看到有一個 有黑影 靠近 靠近 推近 往前推近 可是你裡頭 沒有任何人在走動的情況下 為什麼會有那個黑影 他一直靠近走過來 他是往你的方向走過去的 往我的方向走過來 往你的方向走過去 那個 我跟你講啊 就是我跟你沒什麼好講 還是很多話跟你講 雖然說這個過完年後 這個這麼恐怖 但是還是要請大家 在2019新的一年 繼續提供我們熱情 那個提供我們那個 林英豪的地方 好的 讓我們淘寶 然後不要忘了 新的一年2019年 每周五晚上11點 還是要鎖定我們的 淘爸爸好兄弟 謝謝大家 老師辛苦了 兩位辛苦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